经常听到有人想要移民加拿大 但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加拿大人最后还要移民去美国 现实情况是想要移民去美国的加拿大人还真的不少呢 我就经手过一位这样的客户 这位客户呢出生在中国 但是在二十多年前就移民去了加拿大 现在一家人全部都持有加拿大的护照 已经是加拿大的公民了 但是呢他还是找到我要办理美国的投资移民 都已经在加拿大了 为什么还要移民去美国呢 客户说了几个理由 首先是跟美国相比 加拿大的工作机会太少了 新资也没有美国高 很多人呢都看到了加拿大的好山好水社会责协 如果你完全抱着退休的心态 钱也足够下半辈子躺平了 那加拿大确实不错 不过如果你还想在退休之前 再奋斗个几年 还没到完全躺平的时候 一旦你要考虑工作 那美国的工作机会和薪资水平 比加拿大都是要好不少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 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这位客户的孩子呢现在在读高中 以后大概率是要去美国读书的 毕竟美国的名校多 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也更高嘛 所以考虑给孩子办个美国的身份 以后去美国读书 学费也会便宜不少 因为很多美国的学校 公民和留学生 学费差距是非常大的 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有了美国的身份 大学毕业之后就可以留在美国工作 否则指望抽签 真的是大海捞针太难了 有人可能有疑问 不是说美国和加拿大关系好 两边的公民可以随意流动吗 为什么加拿大人还要花钱 去办一个美国的身份呢 加拿大和美国虽然互相免签 但是呢 加拿大的公民如果要去美国工作 还是需要一份工作许可证明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TN签证 TN签证虽然可以续签 但是呢 它对于工作的种类是有限制的 常见的比如科学家 教师 医生 律师等等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拿到TN签证 所以还得是有绿卡 才能真正的自由工作 不受限制 加拿大人移民美国 就好比国内移居的中小城市人 想要闯荡北上广 都是想要追求更高的收入 和更好的生活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